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 跟我很想來玩薩達傳說 礦野之奇中文版 我說為 終於到這個時間 我們要來打火咒佳農 那我們就出發 那打火咒佳農的話 我準備了一些弓箭 如果你可以的話 最好準備兵箭 一般的箭也可以 那等一下我們的戰略就是 用弓箭射火咒佳農的眼睛 把它打到地上以後 再用我們最厲害的攻擊 最強攻擊的武器去打他 第一個階段我們就這樣做 準備用弓箭射他 射他眼睛 然後大家不用怕 我們為什麼會先打火咒佳農 因為他最爛 他所謂佳農之奇啊 所以大家心情放輕鬆 射擊射箭射給他就好了 為什麼達爾克爾之前會被他打敗呢 因為達爾克爾很弱 一百年前他不小心摘在他的手上 好 記得我講了 射他 兵箭最好 把他射倒 把他射倒 像這樣 然後砍他 固定他 這樣就到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的話 會出一個大火球 你不要離他很遠 你盡量靠近他 然後發一個圓形炸彈給他 他就會被你打爆 好了沒有他變一個火球 然後你變成 你給他丟一個圓形炸彈 還沒有還沒有還沒有 不要 逃離他 就是離他近一點就對了 然後 丟給他火球 丟給他炸彈 不是火球 丟給他炸彈 然後砍他 然後 這樣 然後出現 射他 你就把他打爆了 打他的話就兩招 用弓箭射他的眼睛 然後到第二階段的時候 他有火球 投給他一個炸彈 投給他一個圓形炸彈 把他炸下來 就可以打爆他了 準備噴洗 那就希望大家能夠順利的打爆火咒佳農 AKA佳農之起 打爆他以後我們就可以拿新的容器 然後我們可以啟動這個裝置 他會說一旦啟動主控制裝置以後 就沒有辦法回到神獸的體內了 那我們就確定啟動 然後來看一下動畫 我們要來做一個圓形炸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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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來做一個圓形炸彈 我們要做一個圓形炸彈 我們要來做一個圓形炸彈 ino 我先把Ganon的野郎狙一番狼狙 我先把你打的城市而截在那里 我先把你打盖一番狼狙 我先把你打的力 我先把你保護了 我先把我保持 我先把你拖延 我現在的魂 你不能用我 我先把你拖延 我先把你打的 好 忘了 我以后的力量有我的保护力 那就去吧 相伯 我叫你姫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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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就可以去打更多更多的 比較難打的角色了 我們來跟長老講話 沒錯 已經鎮壓了 讓烏拉尼安分下來了 他要跟我道謝 家裡面有一個寶物要讓我拿 是達爾克爾曾經用過的特殊的利劍 相信可以幫助我的忙 幫到我的忙 好的 我們就解完了火神獸 那這裡面的寶物我就不拿了 裡面其實我沒有怎麼在用 講一個P10劍達爾克爾用的劍 解完了火神獸 解完火獸加農之後 在古龍城這邊 你會看到一個女生走來走去的 一個格魯德族的女生在這邊 如果你看不到她的話 她應該在這邊的驛站 應該在這邊的旅社 大概不在路上就在這個地方 就在這個裡面 在旅社裡面 那現在她走在路上 你跟她講話 她會向你收購寶石 會用比較高價的價錢 來向你收購寶石 這個收購寶石這個人 要在你打完火神獸之後 他才會向你收購寶石 你在還沒有解決火獸加農之前 他不會向你收購寶石 他說你身上有琥珀嗎 他需要很多很多 嗯哼 湊十顆的話 就可以用高價收購 我看一下我有沒有十顆的 琥珀 我目前琥珀有十二顆 那我就跟她講話 在商店裡面可以賣三百Ruby 十顆琥珀 不過她可以用五百Ruby給我們收購 我們就賣給她 那之後她會向你收購不同的寶石 她會隨著時間改變 想要收購的寶石 會隨著時間改變 這樣我們完成了寶石進口商的任務 那她還想要藍寶石 我看有沒有十顆藍寶石 沒有 我只有兩顆藍寶石 這樣子 你不用特別為了她去收集其他的寶石 比方說我現在藍寶石不夠 我趕快去收集藍寶石 可能你會回來的時候 她已經要別的寶石了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個地方 那下一集我還不打算去解其他的神廟 或是其他的地方 我打算在古龍城這邊 把這邊的科羅格果實收集一下 那這次在玩薩達傳說的時候 我打算收集 也錄我收集科羅格果實的過程 把900顆科羅格果實的地點 都把它錄成影片 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我會做更多更多跟薩達傳說相關的影片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快點兒 對 帶點兒 很久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